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款清干利胆 也可以清热解毒 而且非常适合经常熬夜 或者是心情屈结的朋友饮用 而且这个茶水还可以消暑 这包是五花茶 为什么这次茶水可以帮助胆结石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药材 就是绵因层 绵因层有舒干利胆的功效 我亦想和你们分享的是 我早前做了一个电脑素描 在上腹肯做了一个电脑素描 因为我之前睡觉起床的时候 很多时候吐痰或者吐口水 就有血 或者好像粉红色 后来就越来越深色 所以就进了一天医院做检查 然后就做了一个电脑素描 结果出来了 我也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因为之前我和你们分享 我这个遭遇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留言 希望我身体健康 我也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那这个报告出来了 就OK的 其实问题不大 最主要就是支气管 扩张应该有少少 所以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令到 为什么早上吐出来的 口水或者痰 就有好像血那样的颜色 另外呢 因为这个检查又发现了 原来我的胆里面 就有一些结石 由于胆结石 当它的情况 未去到很严重 发炎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不察觉的 但是呢 它是会 如果 情况越来越严重 或者它的结石 塞住了胆管 就会引起发炎 所以呢 我们都是要很小心的 因为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说 是不会察觉到自己有胆结石的 那除非好像说 就去一些做身体检查 或者好像我那样 照了一个CT scan 那才会知道 那我自己呢 在网上都搜集了很多资料 那关于神结石 不是 关于胆结石 那最主要呢 都有一些原因的 那很多时候呢 很大机会 发生在女性身上的 女性患有 胆结石的 机会呢 是多个男性 一倍那么多的 那而且呢 通常呢 就是40岁以上的女性 那跟着呢 如果她那个家族 曾经有人呢 都是有这个 胆结石 或者是胆囊炎 那个 这样的 case 那 就遗传的 机会呢 都是很高的 那跟着呢 我自己也是 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的妈妈 和我的姨妈 我自己知道的 就是他们都是 是当时的胆呢 就应该发炎 那就割了 那个胆的 那所以 就是 遗传 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 机会会大一点 那还有呢 那 女性呢 有些时候呢 就会吃避孕药 那避孕药呢 那避孕药呢 就是一些痴激素来的 那 那 当你 整天都要吃那些避孕药 每天都吃的时候呢 那些痴激素呢 就 在身体呢 就会令到那个 膽呢 是容易会结石的 那 那 所以我都 吃了 避孕药都好多年了 所以 可能又是一个原因啦 令到 膽结石呢 就好像 都很大粒 那个报告写说 小过1cm 但是我觉得 小过1cm 都很大粒 那所以 现在呢 就要 开始要很注重自己了 那个 膽的问题了 那我就 都看了很多资料啦 那 就说 膽结石呢 其实 如果 它已经是比较大粒呢 其实呢 就很难 说 是这样排出 体外的 因为 膽管呢 是螺旋型的 而且呢 膽管也是很幼的 那 还有呢 就 之前呢 都见有些人说 那个 方法呢 就是 是喝几天 苹果汁啦 跟着 到最后那一天呢 就是 喝 橄榄油啦 但是 后来这个方法呢 都被人 就是 推翻了 就是说 不行的 就是说他们排出来的 那些呢 不是膽结石来的 是因为 橄榄油过多呢 那些橄榄油呢 就是 那些橄榄油呢 那些橄榄油呢 和其他抗物质呢 形成了一些 结石呢 那所以呢 就 不是排走 那些 膽结石啦 那我自己又再 找到呢 就有些 说 比如说 中医啦 究竟 怎样可以 比如 清那些 膽结石啦 那其实很严重 发炎的时候呢 其实就 要切割的 因为呢 如果他发炎得很厉害 甚至 那个膽囊 爆了呢 爆了呢 那你就会 腹腔发炎的 所以 都很危险的 所以 以前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 会 切割了 那个膽 如果他发炎得很厉害的话 那所以 现在呢 就趁未发炎 但是已经知道自己 有膽结石呢 那我觉得 就要喝一些 可以 清肝腻胆的 茶水啦 或者 湯水 那首先 今次我要分享的呢 就是五花茶了 其实五花茶呢 是我们中国的 一个 很出名的 凉茶来的 那基本上 有五种花啦 那 其余呢 都有些人 加加减减的 不过呢 就 到最后 都会叫五花茶 那其实最主要呢 就会有 木棉花啦 和 淮花 菊花 金文花 和 鸡蛋花 但是我现在看到我手头这包呢 是不止有这些的 是还有棉芯层的 那棉芯层呢 就是可以 利胆 和清肝的 那所以呢 那这次呢 我就先煮这个五花茶 那还有五花茶呢 你煮完之后呢 也是可以 攀冻了之后 入瓶 放冰箱 那可以 就是 一次过煮呢 就可能 两三天都可以喝的 那呢 我们清洗它那时候呢 就要清洗多几次啦 接着浸一下水 就大概浸它十分钟 就等它 干净一点啦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煮的了 那市面上呢 现在通常都会 这药材店呢 都会 收拾好一包包的 那应该就十几二十元一包 那这样 那接着呢 我现在煮水呢 我就用了五公升水 那因为呢 就 如果你的水太少呢 那那些 那些 五花茶的渣 就会吸水了 那还有呢 你煮得太少水呢 它又会有少少苦劫味的 那所以我用了五公升水啦 那你下了些材料之后呢 就可以盖上盖子 就开火煮滚它 那还有呢 就讲开胆结石啦 那刚才说了 一个 成因啦 就是 我们如果 吃得太多糖 或者是 你的消化不好 就是 因为那些胆液呢 走得慢啦 那它就会 比较稠啦 它比较稠呢 就会容易 形成了稠石的 而且我们 喝得水少呢 都会容易 引起稠石的 因为你喝得水少呢 它自然那些胆液呢 都会稠了 那 还有呢 也是不好吃太多 太肥理的东西 例如油炸的东西啦 又或者是一些 动物的饱和脂肪 精致的碳水化物啦 例如 白饭啦 或者是 粉面啦 那些呢 都是不要吃太多的 因为呢 它们都会转化为糖啦 那过多的糖分呢 都是对我们的胆汁是不好的 那另外呢 就是 我们可以吃多些蔬菜 和水果 那就会帮助那个胆汁的排走啦 定时进食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呢 如果是你定时进食啦 那你的胆汁都会很有规律 那样去排走呢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会积聚 那没有那么容易会有稠石啦 那还有呢 如果呢 如果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呢 都是容易会形成稠石的 例如 有些人不吃早餐啦 那如果不吃早餐呢 就变成了一个肠胃呢 就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 就分泌不了那个胆汁 那所以呢 都容易会引起胆结石的 那现在我除了会 就要在生活上或者饮食上呢 就要避免那个胆汁呢 就要避免那个胆汁呢 就会太过浓稠啦 那你捞了些渣之后呢 我们才加糖的 那加糖呢 就你可以加片糖啦 或者是冰糖 那我自己习惯呢 那这些这么深色的凉茶呢 我就会加片糖的 那那个份量呢 现在刚才我5公升水啦 那煮完30分钟之后呢 就剩下4公升水 那我就加了一片厚身的片糖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浓度都OK 就是不需要太甜啦 那虽然呢 就是说不好吃过 都太过肥肥的东西啦 那但是呢 都不要说完全没有油份啊 那我们最好呢 就是选择一些优质的油啦 那例如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油啦 那或者是奥米加三丰富的油啦 那就会对我们的脂肪啊 和肝呢 都会有好处的 那现在呢 放了一片糖下去啦 片糖下去啦 那你大概煮多5分钟啦 那糖就溶了啦 那我们就可以拔起来喝的啦 那这个五花茶呢 非常简单啦 那还有呢 它对于我们皮肤啊 那些热毒啊 那些都是有帮助的 那还有呢 如果呢 如果经常熬夜的人呢 虚火就上升得很厉害啦 那都是可以适宜喝这个五花茶 那但是如果 如果 如果体质是比较偏寒凉呢 就反而不适宜啦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凉茶来的 今次的分享呢 就去到这里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channel啦 那还有我又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